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反绑架行动 一名警员遭中国籍嫌犯射杀 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庇护人数激增 身份成迷 在这里提醒您 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介绍三高代谢宝 如果您觉得可能会有帮助 请到节目最后观看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以色列声称 12名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援助人员 可能参与了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南部的恐怖袭击之后 联合国下令进行这次独立的审查 联合国5日表示 根据几个月的调查得出的结果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有9名工作人员 可能参与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 根据以色列的统计 哈马斯那次攻击造成1200人死亡 并且导致240人被扣为人质 尽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 指在援助在1948年战争中逃离或者是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 它目前为近600万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 以色列先前曾指 尽东救济署约450人都是哈马斯的成员 联合国今年3月份表示 有部分工作人员通报说 他们在拘留期间受到以色列当局的施压 因此作出假供词 4月份 联合国表示 以色列并没有提供那450人是哈马斯成员的证据 综合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 联合国近东救济署在加沙走廊原本约有1.4万名工作人员 以色列今年1月份指控 有12人参与去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行动 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遂对19人展开调查 本月5号 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声明 针对上述19人的调查结果 本厅获得的证据显示 近东救济署的9名工作人员 可能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的武装袭击行动 9人的雇佣合约都将终止 对于另外9人的调查 则是证据不足以解雇他们 但是将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的措施 至于剩下的一人 监督厅没有查到任何显示 他有参与哈马斯行动的证据 联合国内部监督厅没有具体说明 那9人在哈马斯袭击行动当中担任何种角色 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表示 对我们来说 任何参与袭击的行为 都是背叛我们本应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发声的工作职责 以色列军发言人修夏尼则在X平台上表示 联合国的救济机构已经正式堕落到一种新的程度 是时候让世界看见你们的真面目了 以色列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呼吁解散近东救济工程处 认为该机构的使命已经过时 并且会助长反以色列的情绪 但是近东救济工程处对此极力否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呼吁 终止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任务 并且以其他联合国或非联合国机构取代 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马莫·施泰因说 近东救济工程处与袈裟的问题不是几个烂苹果 而是一棵腐烂的毒树 其根基就是哈马斯 他认为这不是真正彻底的审查 这是回避问题而不是正面解决问题 在加沙执政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 被以色列 欧盟 美国和几个阿拉伯国家列为恐怖组织 以色列今年初指控近东救济署的人员 涉及哈马斯袭击行动之后 大部分国家撤销了对该署的赞助 然而后来疑云重重 各国陆续的恢复捐款 英国7月份恢复捐款之后 目前就只剩下了美国没有恢复 而美国本来是近东救济署的最大赞助国 每年捐赠3亿到4亿美元 但是美国已经通过立法 至少在2025年3月之前 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 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加剧 美国及其盟友正在加紧寻求减少对中国 在关键矿产资源上的依赖 这一趋势为西方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 近期跨国矿业巨头利拓投资的澳大利亚初创公司 伊莱克特拉利斯正致力于在锂提取技术上取得突破 以减少全球对中国锂精链的依赖 中国目前在锂矿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挪威能源情报公司 雷斯塔能源公司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 中国国有企业控制了全球65%的锂加工和精链产能 为此伊莱克特拉利斯正在筹集1500万美元 用于建设其首个设施 并且推进其锂提取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 伊莱克特拉利斯公司表示 其研究的直接提取锂的技术 已经成功地从多种原料中提取出电池及氢氧化锂 这种技术被认为 对锂提取领域的变革影响 类似于页岩技术对石油行业的影响 与其他技术相比 伊莱克特拉利斯的DLER工艺 不仅显著地提高了锂的供应量 还通过更可持续的工艺 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伊莱克特拉利斯的执行官查理·麦吉尔指出 这一技术的突破 可能会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为这些国家正在制定关键矿产政策 只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他表示我们可以直接地向特斯拉和美国政府提供 锂盐水而不需要中国的参与 利托集团澳大利亚董事总经理 麦克·莫里纳利也强调 降低成本 提高产量 以及应对地缘政治挑战 已经成为矿业行业的关键因素 他认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 具有极大的成功潜力 尤其是在锂市场 与此同时 其他公司也在推进类似的技术创新 国际电池金属公司在7月1日宣布 推出了一种新型的DLE锂过滤技术 该技术有望实现更便宜 更快速的电动车电池金属供应 IBAT已经在美国犹他州的锂矿开始应用这种技术 目标是将年产量提高至接近5000吨 IBAT的进展标志着DLE生产的商业化进程的开始 针对这一状况 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媒体人彭忠先生 他表示 中国的经济胁迫迫使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减少对华依赖 来减少相关的系统性风险 这主要涉及到关键半导体 关键矿物 电池和医疗四个方面 降低风险主要是通过美国和西方国家 共同建立弹性供应链和关键供应链 要由后备计划 以及减少对华依赖等方面来实现 减少对华依赖 主要体现在维护西方的经贸规则 构建关键资源 减少中国化经济体系 对中共加强关键技术限制 保证经贸问题安全化 共同反对中共的经济胁迫等方面 在全球市场当中 DLE技术的逐步推广 不仅可能改变理供应链的格局 还可能对减少对中国理经链的依赖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技术进步将为全球能源转型 和电动汽车产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以上是希望直升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 在TikTok面临美国扫地出门之际 一款中国公司开发的名叫Pokey的 聊天机器人App又在美国走红 鉴于特募TikTok等中国的科技公司 涉嫌窃取用户数据的安全隐患 以及左右欧盟舆论等 有评论人士认为 中国科技公司产品短时间之内迅速扩展 充斥到欧美市场 背后都有中共政府的支持 隐藏着中共对欧美超限战的因素 数据显示 截至6月份 TikTok在美国的娱乐App下架榜单当中排名第五 在全球约1000万活跃用户当中 一半以上都在美国 其他的是在菲律宾 美国及加拿大 TikTok约在一年之前推出 能够迅速走红的主要卖点是 利用AI技术定制特定的聊天对象 可以虚拟川普美国歌手泰伦斯 科技大佬马斯克名人的外貌声音 甚至可以虚拟恋人与人聊天 TOK的受众人群和TikTok相同 主要是年轻人 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当中 TOK成为了TikTok之后 又一款中国公司开发 迅速扩展到美国的聊天App 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 电信工程研究所教授林宗南 对大纪元表示 在过去要制造假讯息 或者是扭曲资讯 需要大量的人工 昂贵而且缓慢 但是利用AI制造和散布假资讯 变得既快又节约成本 像TikTok的演算法 或者是TOK的AI 模拟名人的声音等 可以很方便的批量 客制化所需内容 其实中共政府对这些技术相当的警戒 所以采取内外有别的手段 菲律宾警方近日在北部安格利斯市 营救两名被绑中国籍肉票时 与中国籍绑架嫌犯发生枪战 一名警员不幸生亡 另外一名警员受伤 菲律宾警方今天表示 反绑架大队接获中共大使馆求助 3号下午在安格利斯市 营救两名被绑架的中国籍女子 过程当中发生枪战 一名警员中弹在送医途中死防 另外一名警员受伤救治当中 警方说两名肉票是在3号上午 在大马尼拉地区的马卡蒂市被绑 绑匪向他们的家属索要 50万元人民币的赎金 马卡蒂市距离安格利斯市 大约100公里 两名肉票在行动中平安获救 警方逮捕两名中国籍嫌犯 起出两把手枪 刀械和吸毒工具 嫌犯被带回位于大马尼拉地区的警察总部接受侦讯 房价事件初步推测 与离岸博弈业有关 菲律宾近年来离岸博弈业兴望 但是治安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涉及离岸博弈产业的犯罪事件越来越多 包括绑架勒索 人口贩运 娼妓和吸毒等 根据菲律宾反组织犯罪委员会的资料 光是在2023年就有约60宗命案与离岸博弈也有关 由于涉案者多为中国籍人士 菲律宾政府与中共政府7月初同意 共同打击离岸博弈相关犯罪事件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7月22日发表国情咨文时 已经指示主管单位 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在纪念底以前 查尽所有在菲律宾营运的离岸博弈公司 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认为 在大数据的信息时代 数据是商战的重要资源 可以应用到很多领域 而对于中共而言 更是打击美国等民主国家超限战的大杀气之一 在澳洲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当中 之前一个罕见的现象 即连续的5年 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的人数持续增加 但是他们中是否有中共政府输出的 也让人担忧 据澳大利亚内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 累计共有3,555名中国籍留学生 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 这一数字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留学生都要高 值得注意的是 该数字仍在持续增加 来自中国中部省份的留学生 王约纳告诉美国之音 他在2022年申请了澳大利亚的庇护签证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信徒 如果再回到中国 意味着把自己置于丧失信仰和良知的土壤当中 而且随时都会面临着各种危险 在澳洲悉尼申请庇护签证的中国留学生 詹姆斯·宋向美国之音披露说 很多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大多都是因为经济原因 澳大利亚难民协会首席执行官 戴布斯特林格向美国之音表示 在澳洲申请庇护签证的中国人有不同的情况 比如他们当中有对中国言论自由压制的恐惧 人权状况的担忧 公共卫生状况和政策的担忧 也有对社会政策变化和紧张的国际关系 诱发的许多不确定性的疆虑等 多年都在从事庇护申请案件处理的 澳洲移民律师努尔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政府可能会利用这种庇护申请的途径 将更多中国的公民送到澳大利亚 通过这些人影响澳大利亚 这种现象可能和中共政府的间谍活动有关 即利用这些申请人作为间谍或者是代理人 来服务于中国国家的利益 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无力 血压不稳 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呢 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 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 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 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 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 三高代谢宝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 增强免疫力 改善血液循环 来听一听加州刘先生的故事吧 他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三个月 血压从145降到了110 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也恢复正常 视力变好了 精神也更好了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 温和调理 三高代谢宝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 想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 感谢您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内容 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